这届家长不好带呀 新大届的妈妈再添一圆 根据海报新闻的报道 近日济南暴雪天各中小学通知家长 学生上课转为线上教学 一男子却偶遇小学生还背着书包孤独的赶路 这男子就问 今天不是停课了吗 你怎么还去上学呀 这个小学生回答说 我妈妈没有看群里的通知 面对这不靠谱的妈妈 网友们纷纷坐不住了直呼 送的时候路上没人 不觉得不对劲吗 你妈妈是90后吧 不仅没看通知 还没给穿羽绒服啊 都说不利索了 有人调侃老师是这周上网课 不用来学校 70后的家长说网课是啥 80后的家长说 知道了老师 但是网课能够跟上学习吗 90后的家长说 啊 遵的假的啊 我没有看通知啊 还有人说 00后10后下暴雪都停课 我们80后下暴雪 老师都让回家带铁锹 小时候我妈说 就是下刀子 你也得给我去上学 咱们就说起了五更赶了个晚级 我突然有一个疑问 我们小时候停课 都是怎么通知的 打电话 还家访啊